大家好,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五男两女被困精神病院的故事 这是一个古朴陈旧的仓库 七个互不相识的人莫名其妙同时被锁在这个密封的仓库里 他们不但互不相识,而且来自不同行业 有教师、医生、出租车司机、律师、记者、公关小姐 还有一个病泱泱神叨叨,似乎失忆,名叫安息的女子 大家伙都认为自己被不明所以的人关起来了 对于无法准确说明自己身份的安息 大家都怀疑她的身份 但是医生发话了,人过度惊吓,出现短暂失忆是正常的 于是大家开始放下沉剑,分析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除了安息,其他人被关之前都是在出现意外后出现在这儿的 事情扑朔迷离,大家发现墙壁上高高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 于是大家伙搭起了架子观察 发现他们此时身在精神病院 这个消息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囚禁 坏事因为他们是正常人 怎么被当成精神病了呢 没多久医院放饭和药进来了 一群人有些不懂了 七个人只发一份饭和药,什么意思 此时瘸腿的记者好似明白其中的缘故 药是不能吃的 谁吃就代表谁承认自己有病 饭也不能吃 因为一群人抢一份饭 只有精神病才干得出来 现在大家是正常人,当然要理智 再说了,大家都不吃饭,绝食 医院看到事大了,不就放人了吗 因为医院总不想搞出人命吧 可医院还真不是擅长 对于不肯吃药的病人有的是办法 倒数十个数后 抗拒吃药吃饭的病人直接拉去电机 一群人都被带上了电机设备 但也好赖是见到了医生 于是大家各显神通 表示自己是正常人 教师在医生那说历史 病人医生在主治医生那讲医学 出租车司机讲驾驶 律师讲法律等等 可是主治医生就是不信 他的话很简单 哪个精神病会承认自己有病呢 要想出去就乖乖听话 为此一条别无他法 看样子在主治医生那 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那还有其他法子吗 病人医生凭借自己所学分析处 精神病不会做集体意识 又有秩序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反其道而行 仓库里有监控 只要大家可以做有集体意识的 又有秩序的事 那不就说明大家伙是正常的吗 于是大家火来了一首大合唱 然而并没有用 接着来一曲千首观音的舞蹈 还是没作用 这个时候 球腿记者有了新主意 打架 医院应该不会看着大家后残吧 医生一来 不就有机会再跟医生解释了吗 几个人也就只能装装样子 记者看不下去了 直接就对着老师下了狠手 这可把大家吓坏了 还好出租司机 身强力壮 一下把记者打趴下 然后直接把记者 丢进仓库里面的铁栏房子 司机当了一会儿英雄 现在差不多就是这个仓库的头头了 接着司机改了抗争办法 饭要吃 因为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接着他打通楼上的侧门通道 虽然大家成功抵达阳台 可是也无法逃离 因为精神病院在悬崖峭壁之上 外面无路可退 痊愈是最可怕的东西 称王已经让司机迷失了 他居然想霸占公关女 安息看不下去了 一桶水给他泼了过去 大家开始集体反抗 记者借机再次出山 突然出击打倒司机 现在轮到司机被关进铁房子了 显然之前记者的法子 司机的法子都不行 此时教师律师 医生代表的理性知识三人 组有了新办法 那就是改变思维 吃药吃饭就当自己是病人 治愈了不就可以出去吗 所以与其苦闷不如快乐治疗 那不是更好 于是大家现在不是表现没病 都装住有病抢着吃药 都想最先被治好 还别说这一反常态的办法 还真有点效 此时医生打电话 说里面只有一个精神病 只要找出此人 其他人都可以离开 于是理性三人组 代表组织发言了 那就是最神刀的安西 必定是精神病 因为自始至终 就他有病态 其他人都蛮正常的嘛 看似完美的逻辑 记者第一个反对 那不是欺负弱女子吗 接着司机也不服气 他就见不到人家欺负人 同为女人的公关女 也站在安西这边 现在是四对三 两派人互相无法说服对方 于是又牛打在一团 混乱间 安西似乎要崩溃了 这时主治医生的声音慢慢出现 经过长时间对安西的治疗 终于有效果了 因为安西已经清晰认识到了 那六个人都是他的分裂人格 对于主治医生来说 这是关键的第一步 精神病人就算认识到 自己的分裂人格 也不一定就会舍弃那些人格 精神病院如同监狱 再加上安西给自己 设定了这么一个仓库 虽然他是精神病 但是他也渴望自由 不消除分裂人格 自我将会迷失 分裂人格将会取代自身 要想出去 就只能消除自己的分裂人格 可是这些分裂人格 必须由安西自己动手消除 否则很难达到治愈的疗效 于是医生给了他一把象征性的手枪 让他亲手了结自己的分裂人格 可是这谈何容易 在安西的世界里 长久以来就是这六个人陪伴他 记者是他热爱的恋人 医生被他当成父亲 教师不爱 永远原谅他的错误 司机如同知己 但他做最疯狂的事 公关女归中密友 跟他分享最美的故事 律师如同保护神 永远为他进行病 安西实在是无法下手 可是安西的理性在逐步恢复 在精神病人幻想世界里 就表现为非恋人格的理性 他们为了保全安西 选择了自我了结 当安西再次从病房中醒来时 他就是他 这里再无他人 精神病院沉重的铁门 在漫天雪花中打开了 安西拖着行李箱 缓步走出了关他多年的医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世界 不迷失才能过好我们的真世界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签